该报道纯属 子虚乌有 这不仅是对中俄关系的污蔑和挑衅 也是对北京冬奥会的蓄意干扰和破坏 这种卑劣伎俩骗不了国际社会 我想强调今天的中俄关系成熟 稳定 坚韧 双方在各层级保持密切沟通 任何离间中俄关系 挑战中俄互信的企图都是徒劳的